我們看看這裡 這裡他說,一輛汽車 以3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連一個彼此的道路行駛40公里 就這個面積40 所以這個時間應該多少 這時間的話 就是40除以30 所以這個是差不多4 他走了差不多4小時 然後他說 以同一方向 乍以6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行駛40公里 這裡也是40公里 那速度大概兩倍 所以時間大概一半 所以這個時間是三分之多少 三分之二 加起來是三分之六 所以是二 在這裡是兩小時 他問A A小題 在這一段80公里的路程中 車子的平均速度多少 平均速度的話 當然總公里數是80 他花了幾小時 花了兩小時 所以是40公里 每小時 每小時 A小題 這是A小題 這樣看B小題 B小題他是問說 嗯 車子的平均速度 那因為他方向沒有改變 所以他的位移 也是等於他的路徑長 所以平均速度 也是80除以2 所以也是40公里 每小時 然後再看C C C他說 畫出S對T的圖 並指出如何依據這個圖 求出平均速度 那我們把圖畫一下 結果說 他這個 這裡的話 等速移動 所以他是直線 這裡是40 也就是這裡如果是40 他畫了多少 畫了3分之4 3分之4小時 就跑到這裡 這個速度的話 是30 40除以3是4 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3 等於30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時間是2 然後這裡的話 就是80 40加40 80 80的地方 在這裡 這樣子 平均速度就是總位移 總位移80 所以是40 公里沒小時 公里沒小時 所以最高的 3分之1 保険